确定说已经把环境先设定好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设定完之后就OK了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将来环境改了 你可以把履用目标重新再来设定过一次 因为将来这个Python的环境 因为现在是我们是下载的是3.7 是3.7的意思 那未来可能有3.8 3.9 可能会不会有4.0 那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下载 然后呢一样可以跟他讲说 我们有新的版本 你可以去修改 这没有关系 因为这东西其实将来也会有版本上的变更 那3.2的话呢 指的是32位元 那当然相对的有64位元 OK 而且未来应该慢慢会改成64位元 那早期为什么用32 因为早期是Windows也有32有64 那如果你是下来64的话 你在32没办法用 那如果你是下载32位元的话 两个版本都可以用 所以我这个版本是32位元的 不过最近我上那个Eclipse的官网上面看 我发现有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你找不到32位元的下载点 它全部都变64了 OK 所以以后的懒人包 其实也可以把它改64位元 如果没差 如果你对于做懒人包没兴趣 你只要会让的话 这样已经够用了 OK 那至于呢 这个地方怎么把懒人包建置起来的 你们可以到我的云端白板上面 找到刚刚讲的建置环境那边打开来 其实我有相关叙述 这边其实也连到我的部落格 我又把它写一篇部落格 然后里面大家有说明一下 这个来龙去卖等等的 然后设定的方法 那至于就是怎么样做懒人包 我底下有说明 那我们先把那个怎么样建新专案 然后开始建议做 开始就是使用那个开发环境 接着来讲 所以刚刚已经设定好这一个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新增专案 也就是你要写程式的话 再来 所以刚刚第一步Eclipse 第二步就是把它跟那个Python串联 第三步才是new一个新的专案 那专案部分请你先选other 找到那个PyDiv里面的那个PyDiv的project 然后下一步 那我们先给一个专案名称 如果你实在想不到什么特别名称 你又打一个Test 假设我们是Test 然后这个版本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3.7 那目前看不到3.7 你就选3.6 OK 所以一二三记得 就是你在那个专案底下 需要它的结构一定是专案 下一层是package套件 再下一层是module 所以如果你不要麻烦 你特别注意 请你选这个 这个create一个src 这个folder实际上就是一个套件 它自动帮你建一个src的套件 那将来我们就把module放在这里面就可以 所以特别所以待会新专案的时候 一这个可能加一下 二这个改一下 三请你选这一个 四的话直接finish就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什么东西 空的那就finish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问你好像要不要记得一些什么什么 你把它remember open一下 OK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就会建一个新的专案 名称叫test 并且会在这个里面呢 帮你建立一个新的套件 这个套件名称预设就是src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写程式 特别是要关键来了 你要写程式就是一个module 那怎么写那个module 最简单的方法请你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py div的module OK特别是 所以以后反正你就写一支程式 就是写一支module 这个module要放哪里 放专案里面的src里面 OK 那就够了 其他暂时先不要知道太多没关系 因为你知道这么多你也记不起来 而且反而混淆 OK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逻辑 而且这个逻辑跟那个VBA也蛮像 VBA里面写VBA也要按右键 一样新增一个module 也是写在那个 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VBA对不对 按右键不是插入一个module 不然用中文的 好OK 差别只是这个module 也是写在这里 所以在python写法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VBA 主要是我是拿来做比较 所以如果你以前会VBA的话 你会更有概念 反正你就拿旧的概念 两边可以match 而且甚至我有一些 网路上我有放一些 就是以前你VBA写好的程式 可以马上转成python 没有问题 基本上很多都可以互转的 没有问题 OK 其实你说它是不一样东西吗 我觉得好像都一样 所以我以前教过任何语言 我都会拿旧的范例 直接把它改写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语言它差别只是说 它的语法稍微不一样 然后秀的地方不一样 可能一个是秀在esail 一个是秀在可能windows 秀在web 秀在app 反正它只是interface不同而已 其他大概就是相同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特别叫new 所以这个部分OK之后 建一个新专案 就new一个module 关键 特别是这一定要守 然后请你写一点程式上去 那写程式 这个package可以空白 其实这个package指的就是src 不要填 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第一个范例 也许就是什么名称p01好了 假设这样 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finish 这样的话 我就再onok好了 那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有没有template 有没有范本 没有你就按cancer就可以 我们不用加范本 cancer它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空白的区域 让你去写程式 那我们要写什么 最简单的 a等于3 我刚刚讲过a就是一个变数 之前如果在java是要宣告 那vpa不用宣告 vpa写这样也ok 然后呢 b等于5 又建一个第二个变数 再建一个sum 等于什么呢 a加b enter 这个太 它会自动去帮你抓break ok 所以sum里面等于多少 就是把这两个加起来 所以sum等于多少 等于8 ok 最后把它输出 因为我需要把sum输出好了 print 所以你特别是要打一个p 当然 eclips 我是蛮喜欢的一点 你打一个p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把print打出来 很多地方都不用打 很多时候打一个字 它自动跳出来 打一个字 这样的话可以懶人 所以我说写程式 你真的写久了你就很懶 你不可能想说什么都把它背起来 绝对不可能 尽量就是能够自动帮你提示最好的 ok 所以你print的什么呢 print的sum好了 ok 好程式写完 应该可以看懂 应该很好记吧 输入一个词 最后把它加起来 当然未来你可以怎么样 加减乘除你都可以练习 运算值的练习 有没有 可以把它改成乘 也可以把它改成除 等等的 我们这边先用加 那再来我要怎么去执行它 非常简单 这边把它按上面有个run 有没有执行 run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要用什么run 因为我们刚才有指定一个python的执行档 用那个去run 好丢给它 帮我run一下 要不要存档 还要 ok 这个时候它会帮我把结果run在console里面 就得到8了 有没有 ok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程式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再把重点回顾 一建一个新专案 new一个 不过你会发现 java project不见了 被这个取代了 记得从order里面找这个 那nest的部分就是test 这个改一下 然后这个记得选择一个finish 并且在这边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并且撰写这一段简单程式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会给各位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开工了 等于是已经开始 在那个python里面 真的写一个简单的程式了 蛮快的 如果懒人包的话 等于是很快就可以开始写一点东西 所以后面我们就会慢慢再增加一点这个基本的语法 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概念 那再来就可以讲这个所谓的结构控制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呢 那如果你们假设记不起来的话 我记得云端上面 我有一些画面 你也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我刚打了程式 在云端上也有 这个画面我也把它截图下来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个画面 是 这个画面